哈囉 大家好 我是Guy E 今天呢 我們三劍克戰隊又再次出動了 我們要來挑戰一個 不得了的項目 哦 是什麼 看看我這個 強壯的手臂 看看這個 空曠的場地 還有看一下這個 油滋滋的 他最近減脂很努力了 他已經瘦了3公斤了 今天呢 我們要來跟標槍國手 比賽丟東西 比遠 哦 比遠 丟一個大家想像不到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來丟 iPhone 哇 這麼土豪的挑戰嗎 丟波波的還是蓋衣的 趕快把手機藏起來 讓我們歡迎 標槍國手 鄭趙春 聽說趙春當兵的時候 手榴彈丟了80公尺 我覺得有很多人一定不知道 這80公尺是什麼概念 一般當兵啊 30就及格了嘛 50好像滿分吧 大家知道嗎 王健民丟多少 71公尺 趙春丟80公尺耶 當初你這樣丟完之後 對上不就看傻眼了 剛好連掌 叫不會丟失敗 然後就 打破成績了 全場驚呆了 等一下呢 我們要來跟趙春比賽 當然不是比標槍啦 標槍我們慘虐啊 我們來比賽丟手機 哦 我們一人丟的是 看誰丟的比較遠 該一我問你 這是不是一個合作影片 欸 你眼睛怎麼這麼利 這樣都被你看到了嗎 沒錯 這就是跟 Double Case 惡魔防帥盒合作的一支影片 該一其實場上有準備一個驚喜橋段 哦 就是你們三見客三位呢 等一下跟趙春挑戰的時候 你們每一個人只要丟贏他 就可以得到一支 iPhone 11 128G 外加再給粉絲抽一個 也就是說如果你們三個都贏他 就可以抽三支給粉絲哦 哦哦哦哦 壓力太大了 你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要睡好 睡好 你只能用左手 然後我們就 比賽開始 來個大人 Yeah 第一號挑戰者 iPhone iPhone 第一號挑戰者 剛才沒有切到封啦 開始量了 多少多少多少 25.7 哦哦哎 波波才丟25而已 這個手機狀況怎麼樣 哇 哇 哇 連保護貼 都玩好如初耶 哇 仔細看一下 你看每個腳哦 完全沒有開 哦 太誇張了吧 我真的會搶啊 哦 哈哈哈 哈哈哈 哇 哇 沒事 走走走走 第二位挑戰者 鑰師 蔡鑰師 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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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嘿嘿嘿 哇 飛回來了哦 哇 鑰師 趕快不如撥撥吧 哇 好 好 來我們看多少 22年 23 哈哈哈哈 23 23 你輸給那個 23歲嗎 我們檢查一下手機 看一下看一下 哇 剛剛有錄影嗎 有啊有啊 而且剛打開還是錄影中耶 同一支手機 經過了兩次高速撞擊 他們兩個 門口無缺耶 他們兩個的衝擊力還不夠 該靠我們的 趙春來試看看 現真章 第三位挑戰者 趙春 我們的手機就靠你啦 啊 丟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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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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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四年就 你有沒有用力啊 你有沒有用力 你懷疑人家啊 你跟我感覺他每次用不用 他就快一步 高一點 你們兩個加起來的距離都輸他 我們後面三個加起來都輸他 那就 那真的很大 粉絲的最後希望 三件克的手機就靠我了 啊 幹掉他 大 大 大 哇 你覺得自己丟的多遠 三十應該是有的 我們跟國所的距離有多遙遠 我們跟國所的距離有多遙遠 多少 你猜嗎 我猜 你猜他多少 我猜大概30出頭 30出頭 再有一個數字 40點 我概念不錯耶 我先看重點 看重點 欸 排車路 哇賽 而且這 我丟這隻看起來是最乾淨的 連保護貼都沒事耶 連外殼都沒什麼樣 對 完好如初 哇 Devil Case Nice 等一下 你們三個太不爭氣了吧 我真的已經 我已經用全力丟了 我們想要那個 趙春請教一下 你們先請教一下 沒有怎麼丟成 那 因為真的要摸那個 尤其是平常要在那邊 那重點是很基本的 我自己在肩上運動 他會增加你的身體的支撐 然後可以讓你吸收 最多的 所以順暢到最有力 但是你剛才脫的時候 都是單一的 走的時候都是常用 所以你要靠著你的下肢 傳到到身體 然後身體裡傳出來 廠商說你們可以派一個人來上訴啦 我覺得我們就讓破關機器來 我想要看一下 蔡耀師被調整過後可以丟掉 喔 破關機器嗎 至少要贏個一支iPhone吧 對嗎 對嗎 這樣才對嗎 現在趙春在調教我們鑰匙 鑰匙現在很認真的在練習 我非常期待他等一下的表現 他力氣很大 他如果能把全身的肌群連貫在一起的話 我相信他可以進步非常多 對 經過我們國手的調教之後呢 我們鑰匙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要來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超越這個紀錄 超越我自己的紀錄 希望你可以丟到65 有沒有 這樣還是太會大喔 鑰匙你要有點自信 你的粉絲要依靠你耶 對阿 丟就對了不要那麼多廢話 好 來 風很大 等一下 好 你等風 你可以等風小一點 好大的 哇 傻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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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啊 哇 太優利了 直接炸地板了 如果飛到那邊 你才有在地上滑行 在地上滑行 還在路還在路 33 我10公尺 他用一個策略是 他手先從10公尺 原地就要撐掉了耶 最後一次 保護一點點 畫面刺激一下 你看 乾乾淨淨 它的霸氣 讓手機螢幕這邊稍微有一點點開 一點點非常斜 這邊有沒有看到 我們終於比賽完了 這個結果也是可以預料的 被國手海放 怎麼會講說應該會有一半啊 我們那個頭子那個放的點 沒有放得很好 因為標槍它是比較長 然後我們需要練一些全身性的 一些力量跟動作 以便於就是幫助我們頭子 能夠跪更遠 所以我們拿任何東西基本上 投的都是差不多距離 因為他們這個是利用全身肌群 把它連接在一起去發力 做出一個動作 那我們可能哪個地方只要稍微出一點問題 都會影響到這個成績 平常啊大概一個禮拜 會做多久的訓練 訓練內容都大概是什麼項目 目前當然就是為了明年的 東京奧運嘛 然後所以 現在一個禮拜都會練 六天 最主要就可能練一些體操 然後練重量跟我的技術 還有一些 輔助性訓練 比較廣泛應該就是 握推是 比如說 握半蹲 然後 深蹲 然後抓舉 還有爆發 連抓舉都練 對 連一個全身的爆發力就對了 那想問一下你握推 現在可以推多重 我握推比較不好 120 我握推比較不好 120 比較不好可以推120 也是很強 抓舉目前120 抓舉可以120 2020年奧運標槍比賽 台灣的希望 非常感謝你為台灣爭光 讓台灣被世界看到 繼續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今天拍攝的影片呢 手機有很多在空中飛行的畫面 包含了我們黃金右壁 趙春這個 哇 丟的距離啊 還有我們這個 怪萬流 丟手機 結果手機都完好無缺 這是因為我們用了 Double Case 惡魔防摔殼 才能讓手機保持 真的猛 手機真的 完全沒有傷害 對啊 完全沒有傷害 連丟了三次四次 才出現一點點的血 我男生的單機會不會真的爆裂 我真的真的 拍攝前我在想說 這廠商 太有自信了吧 結果 讓大家失望了 硬姿都沒壞 那手機這樣多次的長距離 高速撞擊 可以看到手機基本上功能都健全 也沒有破損 影片也是錄得妥妥的 大家一定想說 阿蓋阿你又在工商了 所以幫廠商講了這麼多好話 欸 我自己呢 也用了這個 Double Case防摔殼 一段時間了 它除了外型好看之外 拿起來手感非常的好 而且它還有這個按鈕 可以挑選設計 觸感都是 不用再多說啦 非常舒服啊 另外呢 它還有這個背板透明殼 可以幫你保護一下自己的手機殼 他們網站的手機四一間也非常方便 可以客製化殼的顏色 按鈕顏色 還有各種背板圖案可以選擇 有興趣換手機殼的朋友呢 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 大家就歡迎去逛逛囉 雖然呢 我們這次沒有得到手機 但是呢 廠商很慷慨的提供了 20個三件客的聯名手機殼 給我們辦抽獎活動 不想錯過的朋友呢 就歡迎到我的 健人蓋依FB粉絲團按個讚 那過幾天呢 我會公佈在上面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這邊也預祝2020年 趙春東京奧運 勇奪金牌 謝謝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健人蓋依 欸 沒事沒事 還好有devil case 為魔方摔手機殼 哈哈哈哈 我們下次見 掰掰